這個叫做眉頭毛束 眉毛的地方 在眉頭的地方 毛是束起來的 這邊的眉毛 很多毛是不是 對 在眉頭的地方 它的毛是束起來的 一般它是倒下來的 它束起來的 好 那它會有什麼狀況呢 自尊心強的人就會造成了 沒有辦法接受批評 這個死要面子或受罪 其實你如果直接去講說 你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你不講這樣還好 越講不對的話 它越是 越要跟你爭 越是要爭 對 像這種面相的人 這是很大的一個痛角 對 好 我們來看最後一個呢 好 是什麼狀況呢 眉壓眼 什麼叫做眉壓眼 眉毛和眼睛的距離 不到一指寬 但是有幾種人不宜此論 老外不宜此論 幾乎每個老外 他們眼眶都是奧現的 還有就是以前 我們傳統的原住民 還有客家人 因為那是種族的關係 是 那他會有什麼狀況呢 叛逆心很強 然後呢 喜歡趕反調 他純粹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明明他心裡很認同你的說法 但是他就是讓你下不了害 對 當然你要長輩 閉嘴也是不可能的啦 對 那我覺得有這些面相的人 自己在個性上面 的確是要收斂收斂 因為你這個特質 不僅是在長輩 而且在人際關係 一定會受傷害的 對 所以我要舉一個例子 這是我們親身的例子 所以我們是一個大家族 我是小流球人 所以小流球人在移民在台灣 所以我有點沒牙眼 對 因為小球有一點原住民的 真的喔 對 有一點原住民的血統 那我們是非常團結的 所以我們在過年過節 各種節慶 我們都會在一起聚會 但是我們其中 親戚裡面有一個姑婆 她對潔癖這件事的要求 已經高到令人難以想像 我舉幾個例子 比如說你們家如果喝冰開水 我問問看兩位主持人 你們喝冰開水 那個杯子拿出來 如果放冰塊再放飲料 對 你這個杯子 你要怎麼放桌上 我一定會墊一個衛生紙 或墊一個 這就是重點 有一次我們親戚 大家過年聚會 然後就有其中一個親戚叔叔 他帶了一瓶紅酒跟白酒 都是那種二三十年轎場的 那想說可以喝嘛 然後大家其實一開心就開始喝 邊喝 然後邊聊天 喝一半其實就放桌上 對 可是等到大家聊了 大概半小時之後 突然發現桌上的酒杯跟酒 通通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她竟然 但是姑婆家裡 其實有很多的電子 但是她可能忘了去問 所以姑婆一氣之下 就把她的酒杯通通收走 那白酒沒了 那總是也拿紅酒出來 對 結果連紅酒也被收走 我們想說 紅酒應該沒有在喝冰的吧 紅酒沒有冒汗 對 沒有冒汗 那為什麼要收走 因為她的 我的天啊 1994老酒耶 所以是 重點就是 很貴耶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她也一起收走 我覺得妳好歹也讓我喝一下 那如果我四月十六日生的 姑婆會把我收走 妳沒有辦法進他們家門 她自己不要喝就好了啊 對啊 為什麼 她不能看到家裡有寺 她不喜歡寺 所以她買房子 她絕對不會去寺 如果住病房 如果遇到那個寺那一場 她一定要求要換房間 所以這就是每個人的習慣 不一樣對不對 去人家家做客 還是要尊重主人 尊重主人的這個規定 也是一種入境水族 對 我必須說 其實有一些長輩 她有很奇怪的那種 養生的控制狂 對 尤其到了婆婆的年紀了 他們通常開始注重 她的身體健康 對 連帶的 那我兒子的健康 誰來幫我顧呢 當然就是媳婦啦 那我要講這位女主角 她很倒楣 為什麼呢 她先生呢 其實從小身體就不大好 她們夫婦兩並沒有 跟婆婆住在一起 但是婆婆三不五時呢 都是會來 補充冰箱的 因為擔心說 兒子沒有吃好嘛 所以來就會補充冰箱 有一些她自己熬的粥啊 那水果呢 就會分成不同的種類 各種顏色嘛 五蘇果要不同顏色 就會有葡萄有巴勒什麼什麼 都分好一盒一盒放在那裡 對於很多女性來講 老公就是另外一個兒子對不對 所以妳跟她講要吃 她是不一定會記得的 是不是 端在面前都不一定會乖乖吃掉 對啊 是不是 後來這個時候 婆婆剛好又來了 又來補充冰箱 就喝完飯 我上次帶來的葡萄 為什麼還在 如果她天天有五蘇果 這個葡萄不應該在啊 應該要吃了 大概差不多 對 是 然後她就看 這個什麼什麼粥 為什麼還有 對 這個時候呢 即使這個女主導還在上班 就會接到婆婆來的電話了 Julia 為什麼那個冰箱裡面 那個粥啊 還有兩包 那個她是不是沒有吃早餐啊 妳知道每天要五蘇果吧 妳知道纖維對身體很重要吧 妳知道她身體不好吧 她說 拜託 喂 妳不能啦 還是收縮不好 喂 我在做直升機啊 不 妳以為妳這樣就算了嗎 如果妳拜拜來對不對 晚上就會來跟妳一起吃飯 檢查一下餐桌 有沒有做一些養生的餐 所以那後來她就變成 很嚴重的就是 變成焦慮 然後合併有一些失眠的狀態 你知道嗎 然後又又睡不好 睡不好呢 每天工作又很繁重 她就開始冬辣希臘 她本來一度以為自己得了那種 她說我是不是早發現失智症 因為她又開始冬辣希臘 又被她婆婆追得更緊 為什麼什麼東西沒給她吃 妳老公的保健食品 還有三盒什麼什麼都沒有吃 到裡面一回事 蘇欣姐 妳講說我頭好痛 楊醫師可以幫我 開點指頭掉嗎 後來她就去找了楊醫師 後來就發現說 妳不是早發現妳的失智症 妳可能是壓力太大 事情處理要處理太多 又因為情緒沒有辦法紓解 造成妳的認知障礙 我覺得楊醫師 真的很適合擔任 就是精神科醫師 你看他就是跟他聊過天 還就是看到他那個笑容 對不對 整個人內心都從那種陰暗 這樣就變成明亮的感覺 所以我的外號叫 就是看到楊醫師這樣笑 都覺得我應該會好 對 所以楊醫師 快點來教教我們這些晚輩 要怎麼樣正確的跟 控制慾強的長輩溝通 長輩是非常喜歡當老大 對 那妳要把他教成當老二 他也不會 對 不可 不適應 那只好我們嘴巴要做一點蜜糖 然後我們說 媽 妳好棒喔 妳怎麼可以幫我們想得 這麼周到 對...妳說得都對 這樣可以嗎 好浮誇的事 我覺得這個妳應該可以 對啊 妳一定行的 我超可以的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他對妳 或妳周遭的人 如果過到我期望 其實有適當的時候 應該要告訴他 可以做到的部分 這個很危險喔 楊醫師 可以跟他講說 那妳兒子以後 歸妳自己管這樣嗎 對啊 但是這種東西 確實有需要的話 我們這個 經過幾次那種 我們叫做家庭協談 我就要慢慢 他還慢慢地去 寫到說其實 寫序建議是對大家 都有幫助的 對 好 那第三個就是說 真的單純 空虛沒事做的 那我們也有安排那種 參加一些什麼社區大學的 做家庭代工 我都已經一把年紀了 你還安排我婆婆 去做家庭代工 就是讓他有事情去忙 對 甚至談一些戶外的 動態的 靜態的活動 讓他忙得很 沒錯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討論 下一個案例囉 就是長輩怎麼都死不認錯 這個人很敢 居然叫長輩認錯 對不對 怎麼會有這一題啊 這是網友的喔 這個人分享的故事就是說 他有一次回他媽媽家 去吃飯 他吃到那個滷肉 他就覺得味道很怪 果然他吃了一個小時之後 他就開始就是不舒服 上吐下線 對 上吐下線 然後後來他媽媽就一直講說 你會上吐下線 一定是因為 你們自己 生活作息不正常 最扯的就是 他要帶他出去吃飯 然後他為了要拍照打卡 就把這個桌上的飲料 就打翻了 說媽媽打翻的飲料 媽媽就把這個飲料給打翻了 所以就把分享故事的 這位當事人的白色洋裝 整個就都灑到 所以白洋裝不就報銷了嗎 然後可是這個時候 媽媽她的第一反應居然會說 飲料怎麼會放在這裡 神經在那裡放在這裡 還會用用到 就罵 罵孩子就對了啦 看錯 對 很順耶 我覺得很順 這完全不好意思 為什麼 覺得那故事好熟悉喔 你常常會講這招 不是 我不是那個網友 我不是那個網友 好 所以這個網友就覺得說 自己真的很悶耶 我洋裝都報銷了 妳講一句抱歉是不行嗎 對啊 我媽本人 我就是不認錯 我要講一個是 我真的覺得最受不了的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 就是帶著我媽媽婆婆 然後還有我老公 我小孩 我們就一起去日本玩 那想說那長輩 他們就沒有去過迪士尼 想說帶他們去那邊 享受一下那種年輕人的感覺 就是回到那種 以前那種很浪漫的感覺 妳真的就是好大膽 怎麼會想帶長輩去迪士尼 問他們 他們自己也覺得 就是有想去體驗看看 因為畢竟有孫子 所以妳也知道人一多 去到那邊 如果商店都逛下來的話 妳根本就是不用玩了 所以一進去我們就先說好 商店通通都不要逛 大家都不要逛 等到一整天結束以後 出來我們在門口 大家一次逛個狗 一直到晚上 跟我媽還有婆婆他們講好說 好 我們現在就是進去逛 先半個小時 因為我不確定你們多喜歡逛 對 先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後我們就在這邊等 集合 對 集合了以後 如果大家想逛我們再說 所以就是半個小時後 這邊集合喔 OK 全部人都OK 就去逛了 半個小時後在這邊等 大家陸續回來了 婆婆回來了 奇怪我媽忍了 是逛得太開心了 太開心了 對 沒有注意時間嗎 再等一下好了 發現再等個十幾分鐘 二十分鐘 還是沒回來 開始有點緊張 這時候會緊張 對 開始有點緊張了 我就跟我婆婆說 不然媽媽妳先在這邊 就跟我婆婆說 妳留在原地等 以免我媽會出現 對 我跟我老公就勢散去找 很少人在迪士尼找媽媽的 通常都是在找小媽媽 沒有 沒有 怎麼會在迪士尼找媽媽 不是誇張 我們就這樣子來回這種 一趟 兩趟 三趟 這樣一直逛 妳在台灣走丟就算了 在日本怎麼辦 妳拿去廣播吧 對 然後就廣播 你們懂嗎 妳講啊 妳講出來講 媽媽 對啊 這樣都送回看 反正 媽 我是蘇嶽 妳在騷擾 我知道我那時候真的太害怕 想說好 我們先衝到 不然先到門口 看可不可以請人家幫忙 然後我就去到出口那邊 看到我媽 她已經出去了 已經出去了 她出去又進不來了 然後只要看到媽媽 第一時間妳站得很開心 想說終於找到了 就出去 就立刻你知道 火就上來了 自己的媽媽可以罵一下了吧 就是狠氣 可以 找你 我們不是說半個小時在那邊 等媽 我們找妳多久了 你知道這時候 媽媽一點歉意都沒有 她轉過來說 你們真的很笨耶 我能去哪裡 不就要回家了 我當然在門口啊 你們找不到我就來門口找啊 還被罵 對啊 你知道這個 裡面那麼大 誰會知道 就是你知道 怒火 就是你知道月火 對 楊醫師怎麼辦 這種狀況晚配真的很無語啊 對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妳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妳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請按下訂閱 請按下訂閱